1974年成立的學校 46年歲月已經不堪使用 印尼軍方與慈激印尼分會合作 2019年5月23日動土圓建 所以最初的學校已經很長 然後學校和師傅 經常會發生因為學校已經長 不斷的事情 然後就跟我們說 我們與祖母合作 然後我們向祖母合作 祖父母合作為祖父 祝福祂能夠做得好 能夠做得好 2020年9月5日園建完成啟用 第052軍區軍官代表 與慈激印尼分會代表 在背上簽字表示 學校重新啟用 我剛才已經與祖父母合作為 對比賽前期有 要提供的資金 例如機器 就更加升級 這次學校重新的大學 很重要是 給教育學生課的 教育學生課 國軍卡爾蒂卡小學 現在有12間教室 圖書館 教室辦公室 清真寺以及操場 校園綠化也是重點之一 希望我們為了教授 我們為了教授 所有人都能夠高興 教授也能夠盡力 為了教授和教授 教授也很困難 盡力 所以希望教授更加強烈 接下來最期待 新冠肺炎疫情平息 能夠返校展開教學 大愛新聞史蒂芬妮 例外印尼報導